Hello 亲爱的各位老卑鄙小弦女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一期 今天咱们聊一聊美国总统拜登 在他的办公地点 接见了韩国的男子天团 防弹少年团 提到防弹少年团 很多人可能年轻人比较了解 像我这个岁数的我就不太熟了 但是我也听过他们的大名 知道都是非常火爆的男子天团 那这次呢 美国总统拜登在31号的时候 接见了他 这个对韩联社呢 也进行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报道 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于韩国来讲 你就是韩国人就会觉得 我们就是我们韩国之光啊 这美国总统都接见了 是不是 而且这个事情非常罕见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大肆的报道 那对于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很多人就会奇怪 拜登这不干正事了吗 这是准备追星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因为是这样的 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也快到了 而且呢 最近呢 在美国呢 也发生了一些枪案啊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美国人爱玩 玩枪 而且呢 美国人呢 相信天兽枪权 就人人有枪 人人玩 你不玩枪 你不算是一个正经的美国人 那就在这个点上来讲呢 再加上最近玩枪呢 就玩出很多事来 弄得拜登很烦躁 而且呢 这个针对呢 他们又是亚裔面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到了这个重要的节日了啊 这个亚裔的重要节日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拜登也把他们叫到白宫里面来 一方面呢 为这个中期选举啊 这个美国的这些亚裔的选票 要巩固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听他这个名字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叫防弹少年团 他既是少年 他他妈还防弹 这个就厉害了 这才是美国总统要的 为什么那么说啊 我们要这个说啊 就在这个接见防弹少年团之前 我们要说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呢 其实在27号的时候 29号的时候 就到了美国的德州 你这个这个地方 你应该很 你看到啊 这是一个学校啊 前不久呢 德州有个大院种 你知道吧 18岁的一个大院种 端着一个这个突击步枪 直接就进到了这个学校里面去 然后的事大家都明白了啊 不不多这么报道了 不然我会防标了 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大院种 带着枪就进去了吧 对吧 而在而在这个大院种之前呢 1717号的时候呢 美国的不法罗氏呢 也有一个院种 你还端着枪 去超市里头采购去了 结果呢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啊 刚去这个慰问完 因为在美国呢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约定俗成算是这么一种 仪式 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 美国总统呢 就得出面 降半旗那是肯定的啊 美国那旗都快降突露了啊 都冒出火星的来了 那这个美国总统呢 就得出面 一个追悼啊 这个参加纪念活动啊 安抚一下民众啊 对吧 出来做一些公开的讲话呀 但是所有的事都干 就是唯独一件事不干 就是进枪不干啊 就是实际行动我们不干 我们可以呼吁啊 我们可以呼吁 我们这个这个事啊 我们要进枪啊 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结果呢 这个不管用啊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呢 看震动了整个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整个的德州 现在对于这个事件之重视 民众呢 可以说是民生鼎废 这已成鼎废之事 就连德州的州长都被骂到臭头 骂爆了已经被 所以呢 现在这个点上来说呢 拜登不得不出面 要进行这样 而且美国现在就传出消息来说啊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开始心软了啊 觉得我们要聊一聊啊 虽然我们有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天授枪权 是吧 我们人人玩枪啊 人人这个什么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 我们是不是要聊一聊 那能不能聊成功呢 这个隔一边 因为过两天民众啊 他就忘了啊 这会有更更更了不起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我们就拖时间 当然这是这是我猜测的想法啊 那同时一方面呢 在这个进枪的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呢 美国枪鞋加上美国的这个董王也都出来了啊 还跳了一支 还跳了一支舞 就说呢 我们这枪我们接得接着玩 我跟你说 我爱死枪了 哈哈 我爱死枪了 那同时呢 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民意代表出来说了啊 这个东西啊 它跟枪没有什么关系 首先第一啊 你像例如德州的一个共和党籍的议员啊 他就说了这个美国从国家的文化层面上来讲啊 这是我们的文化呀 我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就天授枪权 天授美国人枪权呀 我们不持人人不持枪 我们还是美国人嘛 对吧 而且我们就算如果啊 我们就算把所有的枪都销毁了 这对打击犯罪也完全没有作用啊 所以按照这种想法来讲 我觉得可以是这样 就是美国总统呢 你反向的玩 你反 就这个事你怎么反向的操作呢 就是说如果进枪你做不到 你可以啊 让民众更多的买枪 不仅要买枪 而且还要买要提供那种军用机的 那种军用机的枪 火箭筒 小土炮 对吧 排击炮 还有一些这种重 坦克如果你买得起的话 我们也卖 啊 你就像卖这个 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 不还签署了吗 说卖给这个乌克兰一些这种 中程的火箭炮 是吧 但是呢 绝对不会卖长程的 长程都容易打到俄罗斯那边 就容易出事啊 所以呢 美国就不用卖中程的 美国可以卖短程的 30米有效的火箭炮 20米有效的火箭炮 这个 你 对吧 民众如果进不了枪 民众提升不了安全感 那我们就提供给民众可以 只要你买得起 我们就绝对卖 这就是 可以增加美国人 人民的这种 内心的安全感吗 对吧 你有枪 我有炮啊 是吧 就如果再出现这种像这种18岁的大院种 对吧 端着突击步枪 要跑到哪个地方去了 对方 整个学校里面 对吧 老师们 一人推出一个小土炮来 是吧 或者每个人一个RPG 肩扛的火箭筒 那当时他就怂了 他不会进去的 他不敢进去的 是不是 那同时呢 在这个 美国总统拜登 也请到了韩国的这个防弹少年团 不是吧 对吧 你拜登在这方面 他 因为他是民主党 他思想就比较保守 我这个思想啊 这隔美国就属于共和党的那种思想 你 他希望 就是说 枪如果我们进不了的话 你可以 对吧 有个美好的愿望 我希望啊 美国的少年都可以防弹 是不是 这个名字多好 寓意多吉祥啊 是吧 我们 我们不仅寓意吉祥 我们可以未来这样 多卖防弹衣 开发臂弹裤 弄点这个 多卖点钢亏 对吧 而且防 这个防弹盾 可以啊 加在这个 这个这个学校 和还有这超市门口 你只要你买得起 我们就绝对卖 而且呢 美国政府可以下令啊 修一个法案 让美国国会 怎么说呢 全美国 必须有些这种啊 人员聚集的场所 例如像超市啊 学校啊 对吧 还有这种 这种这个大型的 这种演唱会 这个还有这种 其他地方 只要是人员密集的地方 必须强行安排 这些东西 必须都得安排上 而且呢 有标配的 你按照这种方式 如果你再出事的话 你还 那就说明你买的不够 你说明你买的还是不够 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了啊 这个美国为什么这个枪 他就进不了 很简单 这是一个 这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从美国的这个 步枪协会啊 把这个 美国的前总统 川普抢出来 你就能知道 他们背后蕴含的 这股能量有多大 那么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说一下 一个所谓不完全的统计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人口 大概是三亿多啊 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几 四点多 那么 美国人拥有多少枪呢 我们来做一个不完全统计啊 美国人大概拥有3.93亿只枪 差接近四亿只 比美国人口总数还多 占这个 他这个拥有枪的数量 占全世界的这个 民用枪支的46% 啊 你 你就知道 就美国这一个国家 全世界大概一半的枪 啊 就民间用枪 美国人占一半 啊 你看美国人如此之优秀 而且呢 根据美国的这个一个报道啊 我相信后面还会有更多的 这个 这个一些一些玩法出来 因为美国我现在看到了一些报道说呢 嗯 美国可能一到六月份呢 这个玩枪的还不多 啊 到了下半年玩枪的才多了 而且又赶上美国中期选举那种的啊 啊 民众要出来投票 啊 这个要出来造势 嘿 那时候人 喝 是吧 军 还会是吧 来几个院种 手里拿着土一步枪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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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到到时我跟你说啊 民主党的票子爆了 因为民主党主主张就是我们要要这个主张人权嘛 主张普世价值 你跟共和党就不一样 所以就到了这个选举季的时候 到了下半年 我们再看美国 美国我跟你说得热闹啊 这是一个 那德州州长呢 呃 这个不仅被被被骂臭头了之外啊 这个德州州长呢 对于这个枪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啊 你就能看得出来 身为一州治长 在你的这个辖区之内发生这样的事 在美国的这种民主社会 是吧 那承担责任呢 是绝对不能承担的 啊 那这个我是肯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甩锅 这个德州的州长呢 接受的美国这个CNN的这个采访啊 德州州长就放话了啊 就说 这个 这个枪支啊 你就算收紧了他 啊 这个我这个还是有 你管不你管不完 你懂得吗 这不是事 你管枪 对吧 虽然这个事发生在枪支泛滥上的问题 我们管枪就能解决了吗 很显然他是不能的 啊 但凡脑子有逻辑的人 你仔细评一评这句话啊 这个话里的逻辑 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啊 那而且呢 这个谁啊 这个德州州长说 我们这我们不管这个啊 而且我告诉你啊 美国五十个州里面 我们这 这这不算 不算是这个严重 你去 你去看芝加哥 我跟你说啊 这 聪明坏了 你知道吧 这这德州州长 真是大聪明啊 只要在美国 你要是按照这个枪支犯罪率来讲的话 你就 只要芝加哥在 只要美国的芝加哥市在 你就可以拿他挡枪 你就可以把他抬上来 德州州长就说了 你看芝加哥不卖枪啊 但是每个星期啊 每个星期休息日 都都都 民众都出来玩枪 白天听着枪声醒 晚上听着枪声睡 这这这对吧 这怪我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关注芝加哥呢 你看芝加哥不卖枪 芝加哥依然玩枪 玩的那么多 虽然我不想那么说啊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 每个周末 芝加哥啊 这个被枪送走的人啊 这个比德克萨斯的学校还多 我们这个事都属于小事啊 所以都是小事 你们去采访一下芝加哥市长去 然后芝加哥市长就直接骂街了啊 这个就说什么呢 这个这个和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关 也不提枪啊 也不提他 也不提枪的事 可是现在呢 有一组数据 它就出来了 这个 芝加哥虽然不卖枪 你懂的啊 就跟美国的有些州啊 立一些什么堕台法案啊 你这个州不允许 是吧 我可以去别的州吗 这个你芝加哥不卖枪 我可以去隔壁买啊 对吧 我隔壁买带回来 这个你你相关法条 你你能不能阻止呢 对吧 这个在美国的这种联邦的啊 这个每个州都不一样啊 这个州和州之间高度自治 你就算美国的这联邦政府说了 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你州也可以说 你这你这违宪了啊 我这不遵守啊 我可以不遵守 美国的自由度 那真是绝对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虽然美国拥有全世界啊 民用枪支占46% 啊枪支问题依然啊 泛滥不绝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枪支 但是我们就是不进枪 哎 这个大家要 所以在自由美利坚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美国总统拜登 全世界最有权利的男人之一 他也不能阻止 甚至减缓美国出现的这种问题 所以啊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要个人发起倡议啊 还是不够多 如果你进不了 你就 你就反向的来 对吧 枪支协会也高兴 你美国呢 也创造就业机会 是不是 你可以把一些军用级的东西拿出来 分享给大家 军转民 大家都有 你美国总统每年签署这么多法案 又卖台湾 又卖乌克兰 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战区啊 美国的家务事都堆满了 你美国人民的权利 还难道还没有其他海外的这些 老百姓高了吗 是不是 你可以整出点小土炮来 对吧 人人一直RPG 他才不能乱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